我爱练魔术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小兔子好像跟以往不太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今天天气可真好 嗨 小咕咚 你好 我好像没见过你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小白兔 小白兔 不对 你明明是粉色的 怎么会是小白兔 什么时候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 前几天我和我的朋友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山洞 是一个会闪闪发光的山洞 会闪闪发光的山洞 这个也太神奇了吧 可是这跟你身上的颜色有什么关系呢 你听我继续说 我和我的朋友们进了山洞转了一圈 出来的时候就都变了颜色了 咯咯咯 这个也太神奇了吧 小白兔 小白兔 你快告诉我它在哪 小咕咚要去找到它 那个山洞自从那天以后就消失了 再也找不到了 消失了 找不到了 小咕咚不相信 小咕咚相信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我要去找它 小白兔 再见了 好吧 那祝你好用 神奇的山洞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本栏目 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小嘉宾谢浩文 今年六岁 小嘉宾宋子轩 今年六岁 小嘉宾宋子轩 今年六岁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 来来来来来来来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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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们 咯咯咯咯咯咯咯大魔术师 小咕咚还没有找到 你在找什么呀小咕咚 小咕咚 小咕咚听小朋友说 有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山洞 然后只要进去的人都会变颜色 小咕咚也想找到 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还有这样的山洞 小朋友们想不想去看一看 想 进去就能变颜色 小咕咚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山洞在哪 但是说到山洞 我也给你们带来一个和山洞有关的魔术好不好 好 看一看我大魔术师绿泡泡的这个山洞 是否也有魔力呢 来 在哪在哪 首先请大家来看这个 能看出上面画的是什么 火车 火车 那么这个纸可以打开 这边是什么颜色 里面是 粉色 粉色的火车 大家可能要问了 我们不是说山洞吗 你怎么拿了一个火车呢 对呀 山洞呢 别着急 光有山洞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火车会干什么 带我们去 火山洞 好 另外拿出一张卡纸 在上面呢 山洞 画出了这个山洞的样子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山洞放在这边 好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好 因为火车不能在山洞的外面 对不对 我们把它给翻过来 好 现在火车是不是在山洞里了 对吗 对 已经进去了 但是刚才小顾东 你说你想找的那个山洞 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 就是只要进去 就会变颜色 会变颜色 那么我的这个小火车 在这个神奇的山洞里能不能 就成粉色了 你觉得会变是吗 对 粉色 那么相近我 是啊 但是我们需要有你们的帮助 让我们一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咒语 一起来说 烏拉烏拉Q 我们来看 烏拉烏拉Q 厉害吧 变成粉色了 但是 还能再变回来 来 我们邀请电视 电视今天的小朋友 一起来说 烏拉烏拉Q 变回来了 怎么样 好 现在我们再变回粉色 一 二 三 烏拉烏拉Q 来为我咕咕掌吧 好神奇 好神奇 怎么样 大家想不想学这个神奇的魔术呢 想 好的 在学这个魔术之前 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魔香烏拉拉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来 让我们一起说 魔香 魔香 烏拉拉 我不是魔香烏拉拉 我有神奇的魔法 材料都在车里拿 睁着眼睛看好了 今天我们变魔术 所需要的材料是 两张卡纸 好的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 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奥姆进口儿童牛奶 接下来呢 我来教大家 变这个神奇的魔术 点击之前的小朋友 也可以拿出简单的材料 和我们一起来学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山洞 的确非常的神奇 可以让这个火车怎么样 变颜色了 究竟是为什么呢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 来我们一开始 让大家看的是一个 绿颜色的这个纸片 上面画着火车 对不对啊 对啊 翻过来之后呢 是粉色的 但是刚才啊 我用手挡住了这个中间 折叠的位置 现在我把手拿开 大家发现什么秘密了吗 有一个 上面一半 对 上面一半呢 中间是剪开的 知道了吗 这个剪开的 对了 我好像知道你这个 就是中间 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个好像翻过去而已 大声说 好像 我觉得这个翻过去了 我大概应该知道这个 好了 小朋友听我说 我们的小朋友非常的厉害 看到这个小小的道具 基本上就猜到了 没错 那我来给你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刚才我在放的时候 大家注意 首先第一步啊 是用山洞 穿到这个火车的里面 和我一起来做 但是呢 在背面的地方 其实做了这样的一个步骤 就是让这个小山洞啊 从这个开口树穿了过去 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 现在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山洞 连同这个火车一起转过来 但是如果没有山洞的话 我们看到其实是做了 怎么样一个动作呢 这样 明白了吗 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火车 本身就是一半是绿色 一半是粉色 并不是这个山洞让它变色 而是刚才这个小小的机关 改变了这个火车的颜色 知道吗 来 我们再来做一遍 首先 拿出它的一面 小朋友呢 画的是不同的图案啊 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图案 然后 先把它 穿过去 背面就是这样的 然后整体的 翻转过来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很简单了 就是 念一下我们的咒语 乌拉乌拉 轻轻的一推这个纸片 颜色怎么样了 有点了 看看你们成功了吗 成功了 小朋友推一下 好 成功了 来 小咕咚 都成功了 来为自己鼓掌 太棒了 太棒了 祝贺我们的小朋友 还有小咕咚 都学会了这个神奇的魔术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小手琪琪有没有学会呢 第一步 在变魔术之前 将正反面颜色不同的卡纸 撕开一个缝隙 第二步 把短的卡纸从长的卡纸下面穿过去 然后偷偷从缝隙中穿出来 第三步 快速翻转两张卡纸 推动长的卡纸 另一头出来的颜色发生了变化 这个魔术就成功了 这个魔术我也学会了 下面我来给大家表演 这个魔术我也学会了 首先我把这个 这个纸给对折 将这个短的 穿过这个长的 之后 我将它翻个面 你们信不信我 我推动它 你们信不信 它会变成红色呀 哎 变成红色了吧 我的魔术毕业完了 谢谢大家 好的 欢迎回来 刚才呢 我们的小手琪琪 还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也都学会了 但是据我所知 在我们的场外 还来了一位大魔术师 大家想不想欣赏一下 他的表演呢 想 赶快有请我们的魔棒小天 来 来 来 大魔术师 大魔术师 最喜欢帮助小朋友们了 其实啊 金文 上台表演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你看大魔术师 就非常喜欢给小朋友们变魔术 这样吧 大魔术师现在教你一个魔术 好不好 好 好 不过 首先我得啃一口我的胡萝卜 我的胡萝卜呢 大魔术师 胡萝卜在你的手上呢 还真是终于找到了 太好吃了 我现在就来教你这个神奇的魔术 好 嘟啦嘟啦 哇 金文 我教会你这个魔术 你去学校表演 大家肯定会喜欢你的表演 太好了 谢谢大魔术师 今天的魔术 你们觉得神奇吗 神奇 神奇 太神奇了 变魔术 变魔术 我爱变魔术 快来到云台 哇 感谢场外的大魔术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当然啦 今天的两位小朋友表现得也很棒 所以他们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提供 再次祝贺你们 好了 最后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乌拉乌拉提供 我爱变魔术